说起穷瑶剧 电视剧情深深与萌萌开播 剧经已经20年 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虽然这部穷瑶剧 现在看似乎有些老土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部集狗血 玛丽苏与一起的经典穷瑶风电视剧已经播出 就占据了各大平台的收视率排行榜 而且这部剧不止是在台湾 更是在亚洲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同时剧中的几位主演 也都受到了粉丝的追捧 比如赵薇 林心如 苏友鹏 古剧集这四大主演 里面所有角色的名字 很多观众都可以倒背如流了 比如舒桓 如平 一平 似乎每一个角色都刻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请深深与萌萌的女角色中 除了赵薇饰演的一平 和林心如饰演的如平两大女主 还有承包反派戏份的雪姨 救赎方于 可云 孟平三位女配最为耀养了 剧中孟平的扮演者是乐家童 没错 她就是当年那个和陆一平针锋相对的陆孟平 是我们当年在这部剧中最讨厌的刁蛮泼了 骄纵任性的陆家三小姐陆孟平 乐家童饰演的孟平 在剧中一开始并不讨喜 她养尊主优 尖酸刻薄 处处针对一平 恐怕除了雪姨之外 孟平就是大家最厌恶的角色了 这部戏完成之后 他们在娱乐圈中各自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 方于的扮演者李玉 已经在2009年去世了 乐家童197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 从小在这里长大 但其实她高中时学的时又是专业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 她没有继续学有诗 而是选报了北影 幸运的是她成绩很高 成功被录取了 值得一提的是 她和海青 黄海波等人成了同班同学 如今都是大众熟知的演技派 乐家童正式探入演艺圈 是在1998年 大二 在由张铁林 常元 王金华主演的玄幻电视剧《聊斋先生》中 饰演玄鬼 虽然只是一个小配角 但依旧给大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紧接着 她就在朋友的介绍下面是了琼瑶公司 因为灵气十足 又酷似讲琴琴 所以琼瑶很快和她签约 长相清纯的她 在琴深深雨萌萌中饰演 刁蛮任性的陆梦平一角 乐家童演出了孟平的可恨之处 以及被糟蹋后的可怜之处 将一个富家大小姐演绎的淋漓尽致 层次非常丰富 性格十分饱满 因为这个角色 她被观众熟知 一炮而红 后来自然是片约不断 孟平这个角色给人最多的感觉就是刻薄 但是乐家童也有温柔似水的一面 她与人权 范冰冰有人曾主演过一部爱情宝典 她在《卖油狼独占花魁》这个单元中 饰演的是美若天仙 温柔似水 聪明善良 但不幸沦落风尘的花魁摇情 生无可恋的她几番寻死 最终被人权饰演的《卖油狼》所救 两个相爱后 她便将自己的全部身家给了《卖油狼》 好在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两人顺利成婚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剧中乐家童一人分饰两脚 照盼儿美艳不惧风雨 摇情落柳伏风外流内纲 虽然妆容相似 但从眼神和气质上 也能明显地区别两者 凭借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演技 乐家童赢得了大众的肯定与喝彩 《爱情宝典》之后 她陆续演了几年戏 乐家童没有选择一直在演艺圈发展 而是在事业正当红的时候 嫁入了豪门 这一年是2005年 她自己的幸福有了归宿 二人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 大家约了一起唱歌 在朱瑞的第一印象里 乐家童非常可爱 充满了活力 她说 乐家童和我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所以很吸引我 朱瑞追求乐家童 两人很快陷入热恋 但起初这段恋情 不被朱瑞的妈妈看好 原因是朱瑞出身豪门 父母比较介意一人这份职业 朱瑞坚持要和乐家童在一起 父母也只好点头同意了 结婚以后 乐家童彻底淡出了演艺圈 她立志成为婆婆理想的好儿媳 乐家童认为 婆媳之间的相处之道 是尊重和理解 如果做儿媳的能打开心扉 把婆婆当成自己的妈妈 这份真诚 婆婆是可以感受到的 乐家童与丈夫生下了两个儿子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她和婆婆难免有些分歧 她会阅读大量书籍 看看专家的见解 然后用客观专业的知识 去劝说婆婆 让婆婆相信 这么教育孩子才是对的 乐家童放弃事业 将心力全部投入到家庭上 将两个儿子培养得十分出色 这些婆婆都看在眼里 婆婆心中的偏见逐渐消除 她对乐家童越发赞赏 也忠于认可儿子选人的眼光 朱瑞是个含蓄的男人 不擅长说什么甜言蜜语 但她心里对乐家童很愧疚 因为她为家庭付出了很多 也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她在节目中表白 乐家童感动得泪流不止 丈夫是个商人 却特别爱她 很照顾她 宠治她 乐家童有早上喝咖啡的习惯 丈夫只要在家 就一定会将一杯咖啡 放在她的床头 结婚这么多年 一直如此 她并没有像别的全职妈妈那样 成天围着两个儿子转 反而时常叉叉花 渐渐深 偶尔也会出去 屡语游散散心 人们常说 一个人的生活会 在脸上体现出来 乐家童素面朝天的脸上 并没有太多岁月的痕迹 这就是幸福的样子吧 看到她晒出的生活照 都会忍不住的惊呼 这哪里像一个有二个娃的妈妈 看着还非常的年轻 青春洋溢 乐家童和丈夫相伴16年 恩爱如初 也许正因常年拥有爱情的滋润 44岁的乐家童 才会显得如此年轻 和当年的孟平几乎没什么变化 不知道的网友 根本看不出 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她的身材依旧像少女一样苗条 常年健身 还练出了马甲线 虽然嫁入豪门 她却从不张扬 也不在网络上炫富秀恩爱 不用话题炒作自己 这在女性当中是很难能可贵的 如果说一定要以年龄差 来衡量一段感情和婚姻 可能还真的是有失偏颇 但是不管怎样 在感情里最重要的是 选择适合自己的 乐家童是那种 她知道自己要什么 并且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人 学业上顺风顺水 事业上顺顺利利 虽然没有特别出挑 但是也没有太大坎坷 两个儿子健康帅气 夫妻之间感情恩爱 乐家童的婚姻生活 过得非常幸福 很多人评价说 她才是人生赢家 是最幸运的穷女郎 其实不少人非常认同这种观点 作为饰演穷姚剧走红的穷女郎 乐家童真的可以算是 里面最幸运的 其他的穷女郎 要么就是婚姻感情经历 非常坎坷 要么就是事业遇到 瓶颈一蹶不振 就算是混得风生水起 时间久了也难免人设崩塌 如最近突遭全网封杀的赵薇 可是反观乐家童 急流勇退 生活幸福 真的算是非常幸运了 别让赵薇嫩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